我身邊應該認識了 黃虎大埔秘書人 陳平 平築 入了四強 黃虎大埔 今天9比0 大勝剛馬 感覺如何 比數就很大 但是不說明什麼 因為主要對手第一經驗問題 第二 最主要都是他都不觸人 那月只有九個 他們九個人出戰而已 但是當練球吧 我們的球員 況且我們有幾位球員都在受傷復原 尤其是卡納 腳鋒都非常不順 不過能夠大勝一場 都是當練球 那今天 尤其是蘇有田 周潤發 都有落個場 新人 二十號貓 我聽了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 三個新人 你的感覺是怎樣 蘇有田 因為他打了幾場 他都很淡定 其他那兩個就是 因為對手沒什麼壓力 所以都中規中矩 我們作為球隊來說 我們希望能夠在不同的場次 能夠給青年球員多些機會比賽 這些場合是最好的 你覺得蘇有田的腳法 可不可以在甲組 即將來 那條路線 立足道 有這樣的潛質 不過也要多加磨練 如果將來有機會在甲組 我猜這些都應該給他在甲組後備 能夠多一些感受一下比賽 一說在後備 你入了四強 根據竹種杯的例子 甲組和甲組去坎 甲組出五個外援 最多 月組出三個外援 加兩個U25 這個情況很特別 因為很多球員都想知道 究竟這條例如果再這樣上去 是否令到月丙丁的 即是很不合適 即是會變成 這個竹種杯的菜例 就沒有說我們那些 初級組上去的球員限制 換句話說 跟甲組出五個外援是一樣的 不過由於月丙組 我們簽外援 你都要有一個價格 入境處未必會付 因此我猜到很難說 因為要入決賽中 就要增援這個情況 可能都要視乎現實 暫時都未必這麼可憐 暫時是未有這個準備的 但無論怎樣都好 作為我們粵組和甲組都有一段距離 不過我們希望能夠在決賽州 能夠水準接近打好球出來 老實說 甲組裡面 其實你去年也是甲組 最想面對哪一支球隊呢 最有意思 那我又沒得選 我只是打抽籤 最想五條抽中哪隊球會 如果你說我們不會計較出線或進級 當然對強隊會好些 因為有一個象徵意義 你作為初級組的上隊 能夠對南華結智 那就是最好 因為很多球迷都這樣 跟大家說 嘩 如果追著南華好 那因為見到阿寶春Sir 阿春Sir在這裏 跟阿鮑Sir 看兩個教練大鬥法 很多人都是這樣 有些預期的 沒有的 不可以用教練大鬥法來比喻的 因為實際上你要看球隊的 基礎質素是去到哪裏的 我剛剛問你 在暫時勝你們和虎大波 即是擺頭首名 即是在這個聯賽 下半季裏面 即是還有一場未補賽對港會 那你有幾成信心 真是即港即聯見面 真是 其實我對星班是很有信心的 因為實際上是一個長期 一個長途賽來的 不是說打得一兩場好就會好 如果因應現在這樣的班底 即是我對這個星班的信心很強 好 麻煩陳先生你 謝謝 謝謝